是 今天如是我聞就是單人講述 今天繼續講這個四樣東西的四字 這個很有趣 中國人這個四字就有一個神秘的意思 中國的靈獸上次講過就是四象四聖獸 大家還記得青龍 白虎 豬雀 元武 它是和這個方位有關係的 早在春秋的時候已經在祭祀的場合 在現在的考古發掘裡面 發掘到青龍白虎 左青龍有白虎在屍體的 左邊和右邊 這兩個這樣用背殼砌成的圖像 顯示出當年已經有這樣的民間信仰 認為這兩種瑞獸是保障到這個屍體 就是這個主人的安全和保障他的後裔發跡的 稍後我們看看這封圖像 有這個青龍白虎的 上次也講過 豬雀、元武這兩樣的動物 元武上次也講過是一個蛇龜的合體 後來成為一個民間的神靈 北帝 一樣是蛇和龜的合體的 中國傳統裡面的四靈獸 就以這個豬雀比較奇特些 有人就說這個豬雀就是鳳王 其實豬雀是不是鳳王都有一些問題 因為和鳳王大家同樣是鳥 是小鳥的生物 但是鳳王就好像一隻錦雞那樣 錦雞可能大家也沒見過 可能這個就是黏 就是現在呢 如果看電影 看粵劇或者經劇 見到花旦或者元帥頭上 掛了一個瓷雞尾 這個瓷雞尾就是這種山雞錦雞的尾部的羽毛 代表到一個崇高的地位 那 也有人說這個鳳王就是火的化身 四周圍覆蓋著火焰的 那 鳳王其實就有五色 就是根據古書裡面說的 有五種顏色 那象徵著呢 人、義、自、信、禮、自、信、五、德 那這個是民間的相信呢 這種這樣的象徵 就與儒家的學說呢 人、義、禮、自、信、五、德配合 那也象徵著五行 那 豬雀就是五行中的火 我們知道呢 這個五行呢 金木水火土嘛 五行裡面的火呢 就是屬這個豬雀的了 那屬於南方的 所以呢 它是紅色 它代表季節呢 就是夏天 那這個呢 補充了這個 上次講了的 中國四象四星獸 或者四靈獸 那今天呢 準備跟大家講的呢 就是四空獸 哇 這個空字呢 空惡的空 空險的空 空殘的空 都是用這個空 那麼 在英文來講呢 這種四種呢 就是四個 四種的monster 四種的怪獸 這種四種怪獸呢 都是害人的 都是呢 空殘成聖 那樣子呢 很可怕 我們會發些樣子呢 給大家看看的啊 那當然呢 它是一種靈界的動物 也可以說呢 是一種呢 想像中的幻獸 也沒有人真是 真真正正的呢 見過 或者狩獵過 怎麼狩獵呢 打牠 見到牠的腳軟 那但是呢 很奇怪的話呢 在中國的傳說裏面呢 這四大零獸呢 四大的空獸呢 都跟牠的零獸呢 本身出處呢 有關係的 就是說呢 他們出生呢 那些空獸出生呢 都是貴族來的 貴族的兒子 就是所謂 就是 壞的兒子呢 不是好的子孫呢 就變成四個 空殘的空獸 中國的空獸 那它都有意義的 譬如呢 我們現在先講講這四大空獸的 名字呢 給大家認識一下先 一個呢 叫做混沌 我們會給圖大家看 混沌 混沌呢 原來是 帝雄是之不照子 混沌呢 即是呢 中國人呢 經常講 我開篇僻地 未開始之前呢 就 一片這樣的 糊糊 混混 那呢 一會兒我們再講它的象徵 那第二個呢 就是 笑號是之子 這位呢 叫做窮奇 在山內經有的 這個呢 一會兒會講講 他樣子都很怪 很凶惡 我們又會給個樣子看看 大家看看這個窮 窮呢 窮呢就是窮困窮 就是窮怪奇 那另外這位呢 那些字比較難寫一些 木字邊做個壽 木字邊做個壞 那這兩個字呢 就讀徒壞 那它呢 是端動是而之子 又是不肖智呢 是的 那以上這三個呢 就是混沌窮奇 陶壞呢 都是呢 可以合稱為三空 那加多一個 加多一個這個老友呢 就是晉雲氏之子 這個不肖智叫做韜鐵 合稱是四空 這個韜鐵兩個字 給大家看看樣子先 一會兒我們有照片給大家看看 號字呢 下面有個食 韜 痰字下面有個食 這個鐵 這兩個字呢 我們現在很少用 但是呢 經常呢 近時都會用 是用作呢 貪食的意思 這個貪食呢 不只是在中國呢 覺得是一種邪惡 或者是一種兇兇 兇的野獸 兇的象徵 在七宗罪裏邊呢 這個貪食呢 吃過龍呢 都是一種罪惡來的 證明中西文化呢 對於食呢 非常之 有一個嚴謹的態度 那 韜鐵呢 都是一個呢 魏人來的 好了 那我們 分開講呢 這個 四個不同的 四空 大家認識呢 最多這個呢 四空呢 四空呢 就是韜鐵 我現在再看看 這個韜鐵的一個畫像 那 那 他呢 他的嘴呢 就 很大的 那當然呢 他要吃東西嘛 吃東西 貪食的人呢 自然呢 他那個 嘴巴一定大 不大怎麼吃呢 就 就佔據了整個面子的了 那 再看清楚呢 那時候 古人呢覺得韜鐵呢 是 那些牙 牙尖咀利 嘩 咬東西呢 不用用刀 不用用刀 又不用用鋸 直接就這樣咬下去呢 那些牙呢 那些牙呢 尖銳的牙呢 已經呢 能夠撕開了那些肉的了 那 這個呢 幻想呢 有點像 中國人呢 對這個 凶殘的野獸呢 的一種呢 代替 中國人的凶殘野獸 比如 虎啊 狼啊 這些 都是牙尖咀利的 還有呢 它那個牙齒呢 一看就知道是食肉獸 那這個呢 從牙齒裡面 看到食肉獸 也是一個學問來的 現在我們人呢 看到我們的牙呢 就 比較整齊 那就只有兩隻 犬齒在兩邊 那這兩個犬齒呢 就是 食肉的 有些 遺漏下來 的 進化之後的牙齒 其他的大牙呢 的 扣齒 和門齒呢 這些是用來呢 咀嚼 或者是用來呢 弄斷了一些 食物 那這些呢 叫咀嚼 和 弄斷的食物呢 這些是 草科食物的 就是人類就是一個吃草荷 即是菜 植物 以及同時也是吃肉的動物 兩種都有 但是如果你要看看一些野獸 它滿嘴都是尖銳的牙齒的時候 你要看到這些就是一種肉食的獸 它用牙齒咬爛或者殘殺了一些獵物 然後這個不驚嘴就直接暗生吞下肚子 那這種就是肉食獸 肉食的動物 一看牙就知道了 還有一件事大家如果看牙齒就看到蛇的牙 蛇呢 它有一隻有兩隻毒蛙 有一個毒蛇的牙 這兩個毒蛙是比較尖長 勾形 那它的毒狼就在牙齒的後面 只要它咬爛那個獵物 牙齒就好像針一樣 就給你注射了一些毒液下去 這些毒液就麻痺了那個獵物 或者殺了那個獵物 然後就跟著吞下肚子 蛇是整件事吞下肚子 就慢慢地在肚子裡處理了 有牌子消化 它就當可能如果冬眠的話 整個冬天裡面 那很多人家裡養動物 寵物 那要知道原來寵物都是野獸來的 都是獸 它最初的祖先可能幾萬年前都是在野外的 那這些雖然現在成為家禽 但是它們呢 是不是吃這麼多東西的 現在你給它這麼多東西吃呢 就是吃三餐是用人的本位來去威治它 其實它吃一餐也夠了 或者吃完一餐之後 飽飽它有幾天吃 都沒有所謂的 那這個是動物的本性 但是人呢 很有趣 人已經生活習慣了在它的文化裡面 它的胃液會根據著它那個飲食的時間 而分泌 所以你會肚餓的 一天吃兩餐 三餐不是奇 在中國來說 在宋朝以前 人呢 都是一個農業社會的居住 宋朝以前人呢 其實吃兩餐而已 早上一餐 大約起床沒多久 那跟著呢 就晚一刻 在日落之前都要吃一餐 那兩餐而已 後來呢 宋朝繁榮呢 所以人呢 才開始有多餐 好了 那就說回韜鐵了 韜鐵呢 雙目有實 雙眼睛睫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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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韜鐵的身體呢 就很大的 因為吃的東西多 那腳呢 聽話出來呢 還有呢 形容就有成數十丈長那麼大 那頭呢 特別大的佔了全身體的一半 馬錦華 但是雖然是這麼大的 龐大的動物 但是韜鐵呢 是很靈活的 就是說呢 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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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爺 侵襲 非常之快捷 疾如風 那很多人問 這個這樣的幻獸 究竟是 喜歡吃什麼的呢 哦 那個答案就是 它什麼都吃的 無論它看到什麼 吃得下口的 它都是吃的 因為它是貪吃的 那吃了之後呢 就去了哪裡呢 那些人呢 就很難預測了 總之呢 就是吃東西都吃 那它吃不吃人啊 吃哦 韜鐵呢 都吃人的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幅圖呢 韜鐵的文 那文呢 韜鐵文呢 就在中國裡面呢 經常見到的 我們看看這個圖呢 這個文 所謂文呢 就是用它 技術化了的幾個圖案 來做了一種呢 裝飾 那這種韜鐵文呢 在春秋戰過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 用了在頂上都 那大家都知道呢 現在一堆的 在博物館見到的 銅製的 那些東西呢 不論是頂啊 儀啊 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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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啊這些東西呢 全部呢 都是吃的器材 裝著吃的器材 那頂呢 這個雖然三粥 為什麼會有三粥呢? 因為頂是用來煮食的 頂的粥就用來放著它之後 可以下底生火加熱煮它 或者回溫都可以 其它的食物的容具 其實很多時候已經進化成為一種祭器 什麼叫祭器呢? 祭器的意思就是用來祭祀祖先 或者祭祀天地 供奉的食物 那不能夠就這樣放一隻羊上桌 不能夠就這樣放一隻牛 放一隻豬上桌 要找些東西裝著 那些裝著的盛氣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種 頂啊 盆啊 豆啊 這些這樣的 瓶啊 這些這樣的 我們說鋼字廣東 鋼字其實很古老的 都是這個這樣的祭祀的容器 那些人呢 在這些祭祀容器裡面呢 就會刻了一些圖案 這些圖案呢 就用來裝飾的 本來 那也有一種呢 警戒的作用 比如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韜鐵紋呢 在頂上的韜鐵紋呢 就是呢 其實我們 祖先呢 警戒我們呢 不能夠過度貪心 濫食 那當然呢 農業社會裡面呢 所謂的那些小市民草民呢 就很難濫食的啦 只有呢 貴族或者王族呢 就有錢人就濫食 但是呢 因為濫食呢 所以呢 就造成很多個敗仗啦 有這個故事呢 講的 咒王啊 咒王大家都知道啦 這個叫做殘暴的君王 那他呢 就 最初的時候呢 就不懂得怎樣用貴重的器材來吃的喔 有人呢 獻了一把橡牙筷子 橡筷 最初 中國有這種橡牙做的筷子呢 怕者呢 有三千年以上 用筷子來夾食呢 這個文明呢 亦有數千年 不是用刀 不是用刀 不是用手畫的 用筷子夾的 那這個橡牙做的筷子呢 當年來講是相當的矜貴 因為呢 北方來講呢 可能是沒有橡牙的 到了要找到一隻橡牙呢 恐怕要在中國的南方 越大地方 尤其是找到亞洲橡牙 那還要剝它的橡牙 用來刀剝成一雙筷子 啊 這個工程呢 我太者呢 相當之大 但是獻了給朱皇之後 朱皇呢 就拿著這雙筷子就很開心 但是他想想 如果一對這樣 這麼名貴的橡牙 用來食用 就算幾十戶 分派給那些公俄太監 派給那些皇親國戚 親愛的婚子 啊 都 使得那個場面很漂亮啦 很大的 宏大啦 但是 周圍還是烏烏烏烏 那又如何趁得起那塊橡牙呢 於是乎呢 他那些人呢 就牽計了 當然啦 很多人打下來牽計的喔 那就說 大王 你既然用橡牙了 就不能夠就這樣吃的了 你那些食具呢 必定要是正啦 於是乎呢 就整漂亮些食具了喔 可能呢 當年呢 瓷器都不是那麼流行 可能很漂亮的合金的銅啊 石的合金 之後呢 就覺得就這樣吃沒有格局了 於是乎呢 就整漂亮些衣服了 要穿漂亮的衣服來出去宴會了 於是乎呢 又會有零螺籌段喔 接著呢 又覺得在零螺籌段裡面呢 這麼大的陣仗 在那些破舊的 不得宏偉的宮殿裡面吃呢 又是好像差一點 於是乎呢 很宏偉美觀 美倫美喚的宮殿了 之後呢 就這樣吃呢 又覺得寡一點 於是乎呢 又要設計一些樂隊 有樂隊呢 自然就要有歌舞 有唱造 哇 一對這樣的像塊呢 就使得就黃呢 開始了呢 他奢侈 薇爛的生活了 因為每樣東西都要搭配 這個呢 在那個食具裡面呢 在頂上呢 這個呢 喂 消費還消費啊 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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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折制 如果沒有折制呢 不懂得折制呢 這個可能越抗越大 無可止境 自己呢 到了就和這樣呢 去到一個奢侈窮空的時候呢 就很難收拾 因為人的慾望呢 不能夠可以從物質裡面呢 慢慢將它平息 越來越急速 越來越擴戰 奢侈有這樣的警戒作用在這裡 那麼 講完奢侈呢 我們講講窮奇了 這個動物呢 在山內經都有的了 窮奇呢 比較小一點 窮奇呢 就沒有韜鐵那麼大 但是呢 它呢 大小呢 就好像一隻牛那麼大 那牛有多大呢 現在看回都不方會大到哪裡了 但是呢 它的外貌呢 就像老虎喔 那麼全身的皮毛呢 就硬過豬鐘 什麼叫豬鐘呢 現在呢 很多人用那個刷呢 就用豬的頸毛做的 那麼那些豬毛 頸毛呢 很硬正 條條好像針那樣的 豬鐘毛啊 不是柔軟的 不能夠做衣服的 那麼 窮奇的毛呢 就是這樣很堅硬 條條的針那樣 那麼硬到怎麼樣呢 硬到好像一個盔甲那樣 聽聞說呢 刀劍都不入喔 哇 斬下去呢 框框聲 還硬過那把刀 有什麼硬過那把刀啊 窮奇那些毛呢 那盤窮的背後呢 還有一對很大的翼 這個 就是說呢 換句話說呢 窮奇呢 不單在陸上可以行走 而且呢 它還可以在天空上飛下飛下 那這個呢 在西方的神話裡面呢 都有一些這樣的怪獸 那有一隻呢 叫做獅子 就像獅子那樣的爪 鷹那樣的翼 這種呢 西方的怪獸呢 也一樣是呢 有齊地上及空中兩個霸王的威力 這些呢 幻想呢 也是古人的時候呢 以當地最厲害的猛獸呢 來做一個比喻的 或者來做一個這樣的襯托的角色的 有些 你有老虎 或者獅子的紅徑 但是 你不夠鷹 或者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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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刺旁會飛啊 你是海 還有 你是綠 還有空的霸王而已 你不能夠霸光的 但是呢 幻想出來這個 這個義獸呢 這個幻獸呢 就有了 所以呢 紅旗呢 也有一種呢 也有它陸空的長處 有翅膀的 這個翅膀呢 不要小看它 飛得比戰鬥機 哇 這麼厲害 是啊 聽聞很快脆的 不用輕功的 噓聲就飛了去的 紅旗呢 在《山口經》裡面描寫這種 這樣樣的獸呢 還懂 它不懂說人話 但是它懂說動物話的喔 它的動物話就好像狗叫那樣 最可怕的呢 就是因為紅旗呢 什麼都不吃的 只是吃人而已 吃人而已喔 是不是人肉特別甜美呢 這種呢 就問過紅旗才知道了 那麼 當然呢 吃人的這種怪獸 紅旗呢 那種呢 視之為胸呢 我剛才都說了 不只是它的胸的性情 而且呢 它是非常之乖僻的 就是說呢 這種的動物呢 不是容易純服 也不是容易跟你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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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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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喜歡的是 就是吃人的鼻子 這個是一種幻想 就說人的鼻子是最先生出來的 所以呢 很多人說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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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鼻子呢 不叫鼻子呢 鼻子呢 鼻子呢 又不叫鼻子呢 鼻子呢 鼻子呢 為什麼稱之為鼻子呢 原來呢 人們發現了 在古時的時候 沒有醫學那麼窗明的時候呢 已經發現了 它說呢 人呢 在胎中呢 生長的時候呢 最早呢 頭部呢 出現就是鼻子了 就是說呢 鼻呢 那是五官之之最早出現的 所以呢 稱之為哥了 鼻哥這麼說 這個呢 這個呢 是一個中國人的民間傳說 這個鼻子呢 創造也有一個很奇妙的看法 它呢 是個字 自己的字 所以我們呢 很多時候呢 指的鼻哥呢 就是我了 代表我 指一指鼻哥 那麼這個鼻字上 居有一個字字 這個鼻呢 就是代表自己的意思 所以呢 它是從一個字的 那麼 從其呢 也好像西方的 耶教裡面講的魔鬼 撒旦一樣 它是喜歡玩弄人 喜歡玩 喜歡玩人 甚至鼓勵人呢 是去做壞事的 那不只是撒旦呢 識Temptation 去鼓勵或者引誘別人做壞事 中國的神話裏面呢 窮其這種這樣的義獸呢 一樣有這個性質 但是呢 可能給這個猶太人呢 或者希伯萊人呢 的傳說呢 撒旦傳說的歷史呢 可能更早呢 誰抄誰都不能講 很難定案 但是呢 東方有東方的 引人犯罪 引人作壞事的 兇壽 這個呢 就是窮其啦 那麼 據這個傳說講呢 窮其呢 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靜悄悄呢 盯著很多人類的活動 他都很聰明的 他當呢 人類活動 很多時候吵架的時候呢 他就會呢 走過來 就咬了那個兩雙方的鼻 鼻去啦 那麼 如果聽到呢 說 哪個人呢 是正直的 老實的 同期呢 就會去他家裡 大肆破壞 就是他很討厭 正直的人 因為他自己是邪嘛 邪雖然不能勝正英 但是他很喜歡玩正的東西 正的人 那麼 聽到人說這個人 妒忌啊 說這個人呢 經常講謊啊 或者呢 空殘啊 他就會呢 幫他手 捏取一些呢 動物呢 去愧贈這些壞人 不是說捐錢給警察的 他是另外一種呢 鼓勵的壞人 那剛剛呢 就跟呢 掌善佛惡的善的壽呢 剛剛相反了 所以呢 就為之 空壽了 或者是 惡壽了 那這一種呢 這樣的傳說裏面呢 使得呢 一個人覺得呢 遇到窮期呢 就是一個呢 正直或者善良的人的死對頭 他呢 就會耍你 欺負你 還有呢 虐待你 這個是相當黑人憎的一個行為 其實呢 裏面有很多諷刺的味道在這裏的 很多有權力的人 就是說呢 像窮奇那樣 他有他自己的超自然的能力 有特別能力的人呢 很多時候呢 是倒轉的 是幫忙一些 做一些壞事 想一些壞人 而不是呢 他正直的人呢 是想善佛惡的 那這種呢 也是中國一種呢 諷刺的象徵 諷刺的代表 不是說叫你 對這種窮期呢 的動物呢 特別尊崇 而是應該呢 有一種呢 鄙視 雖然呢 你敵它不過 那四孔之中呢 我們還有兩種呢 一種呢 就叫做混沌了 混沌呢 大家看看 有一幅圖了 混沌呢 是比較很具體的 因為它呢 就是糊糊混混 一片模糊 那 大家看到這幅圖呢 見到呢 混沌呢 肥騰騰 就好像一隻豬那樣 但是它沒有頭沒有尾 尾呢 很少的 不是沒有的 但是有四對翼的 那有腳 這種這樣的兇獸呢 就沒有爪的 所謂呢 有耳都不紋 有腹呢 就沒有誤撞的 走起來呢 那隻腳呢 不會擦開的 善下 善下 這樣 那 因為人呢 覺得最早 天地初開的時候呢 都是 糊糊混混一片 沒有條理 沒有條理呢 然後呢 就我們為之混沌 那 它也很機警地 掩藏它那個身份 但是呢 它也使得那個地方呢 糊糊混混 大家呢 用現在的說話說呢 叫做薄大霧 薄其大霧 所以呢 混沌都是一個兇獸來的 那 中國人呢 都是講 最早的世界呢 都是一片混沌 都是一片呢 模模模模模 如果是沒有條理過的呢 沒有用人的方法呢 去將它變成有條理 有理性的呢 將會呢 世界仍然是沒有進步的 混沌呢 是代表了呢 完全沒有進步的一個狀態 現在呢 再引伸去看這個狀態呢 就是糊糊混混 用現在的話來講呢 就是叫做氣了 很氣的世界 不會有進嘴的世界 就是這個狀態呢 就是這個狀態呢 就是香港人呢 就是潮流的語句 就是潮流的語句 就是我看呢 這個是從這個 就是狀態的狀態的狀態 那裡轉發出來 大概有十年多的歷史了 我們現在的人說 我們現在的人說 可以說我們去氣一下 即是說呢 去沒有目的 沒有工作的方式 總之呢 混混頓頓呢 這樣呢 去生活 或者過一些這樣的情況 情況的生活 這樣就叫做氣 有些人呢 就形容這個地方呢 是很氣的 那氣呢 這裡呢 就變成了一個 沒有明確的宗旨 沒有明確的步驟 沒有明確的程序 的做事方式 就為之氣了 那氣的呢 就是說它介乎呢 就是 胡胡混混 或者呢 中文有個字呢 叫做和熙黎 和熙黎呢 其實呢 和熙黎呢 有一些噗噗的意思的 這個就是熙黎呢 有一個 就是 糞便的意思 就是 加上去 就好像 糞便的話 那些糞便 就過骨这样 或者呢 有些人呢 做事呢 我們廣東話呢 有個一句說話 叫做 好 那西呢 又被關心工獵 或者是被關心工獵 甚至乎現在在外國或者香港 都在流行年輕人的生活 就是混沌的生活 這個混沌生活當然他又不去找工作 又不去生活 可能他全靠父母的餘蔭 或者家裡的餘蔭 自己就用很少的支出 住個劏房或者吃很少的食物 這樣就生活 但是他又不是去積極找工作 使得自己在幾十年光陰裡面 無無畏畏地過去 這個不是因為那個性格 大家很多時候是社會環境造成的 很多人都感覺到 他社會上加了力了 勤力了都不外如是 那不如氣吧 在七十年代 美國因為反越戰 所以很多年輕人很氣 他們求助於很多藥物 麻痺了自己 大家看過這個紀錄片 胡適托的音樂片 看到幾十萬人聚集 去聽胡適托的音樂 其實這個裡面是有很多 有心有進取的青年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克服到這個精兵制度 可能很多人要去越南打仗 但是他們又不知道怎樣能夠反抗這個精兵的制度 而覺得打這場仗又不是一個正義之師 所以於是乎唯有走向一個這樣氣氣的生活 混沌的生活 而成為另外一種的生活方式 使得整個人類在這個 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 由美國主導這個所謂嬉皮視生活 是成為當時的一種潮流 中國更早的時候 在晉朝的時候 已經有這種這樣的所謂氣氣的生活 這些氣氣的生活包括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的所謂歷史上的竹林七年 這幫人在這個政治環境和生態裡面 都是覺得生活意義不大 於是乎很多譬如流寧這樣 很喜歡喝酒 用酒精麻醉了自己 他最好笑的故事就是 他帶備著一個工人 工人帶著一個床頭 跟著他走 去到哪裡 喝到哪裡 喝到最後 他就將會醉了 一醉 他就說 如果我死了 爆血管 麻煩你挖個洞 撞了我算了 去到這樣的氣的地步 其他呢 也有很多呢 就穿很漂亮 很寬身的衣服 有甚至乎呢 也有喜歡裸體的 這個呢 我想是人類最早的天體主義者 就是了 絕情呢 衣服都不穿 去到抗野那裏呢 高聲呼叫 在美化了這種高聲呼叫呢 裡面就為之笑了 口字邊這個笑 嘩 大聲 笑 笑 不是笑 笑 不是笑 不是笑人的笑 這個呢 為之一種呢 發洩內心的一種悲憤 或者不滿 或者怨氣 那這種笑聲呢 啊 成為了一種文化 成為了一種呢 高潔人士的一種呢 一種呢 一種很有力的控訴 滄海 一聲笑 這個 都是客的生活來的 這個呢 跟混沌呢 都是有關係的 那 混沌講完呢 我們也講講另外一個 桃鴨 桃鴨呢 這種這樣的 這個兇手呢 也是非常之殘酷的 他 我看呢 有很多 很多的講法呢 就是 他都是吃人的 都是呢 空笑 空的野獸來的 那 都是一種怪物來的 好啊 那麼 我們講完中國的怪獸之後呢 我們講完中國的怪獸之後呢 這個兇手之後呢 西方的怪獸 桃鴨呢 可以補充一點的 他是 非常聰明的一種呢 怪獸來的 聰明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本來呢 人獸之間呢 就認為人呢 是一定聰明過 蠻獸 如何 但奈何呢 有些怪獸呢 是比人呢 更加聰明 他是端玉的兒子啊 但是呢 因為他是出於端玉這個鬼 這個端玉市啊 這個比較 是用現代人的觀念呢 就是一個氏族的遊長 那麼 傳說話呢 他這個兒子呢 不肖呢 但是呢 很驕傲 有心造反的 以亂天下為心 那麼 他死了之後呢 變成呢 各種古靈精怪的怪獸 使得呢 遺害人間 那麼 甚至乎呢 說 當年的 大禹的老爸呢 阿琴呢 就是後來自水無攻而退呢 成為呢 這個危害的禍心呢 都是呢 這個 逃圖所變 那麼他的形象呢 就 說 好像老虎那樣大 毛呢 兩尺長 但是呢 他的面口呢 就是人那樣的 他是人的面口 但是那隻腳呢 就是老虎這樣的腳 豬口這樣的牙 那麼這對牙呢 挺特別的 因為野豬的牙呢 就跟我們家豬 或者畜牧的豬 吃的豬牙有些不同 他的牙呢 叫鳥牙 是比較呢 就是 非常之長的 而且彎曲的 很多人呢 就用了這個野豬牙的地方來辟邪 辟邪的意思就是 它夠凶惡 那麼那些邪呢 那些邪物見到的野豬牙都害怕的 那麼 所以呢 這種 中國四胸怪獸的 那些圖鵝呢 是非常恐怖的樣子 那麼 再恐怖呢 不是因為這對牙牙 而是呢 它有人的面 哇 你可以想而知 人的面呢 生出了一對牙牙出來 還有野獸的身體 那麼多麼可怕呢 那麼這些東西 在西方來說呢 很厚啊 原來只有所謂吸血殭屍的出現 因為殭屍呢 也是呢 能夠呢 咬人的時候呢 掌出一對尿牙 但是這對尿牙呢 最早的時候呢 就是在前面的 其實呢 就是毒蛇 眼鏡蛇的 化身 的想法 後來呢 就轉化成為人面的時候 一個靚仔的人面的時候呢 或者靚女的人面的時候呢 就放了去它那個犬尺裡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 這個圖鵝呢 直接呢 就生出來 彎曲彎的 一隻尿牙 這個是它特別的之處 那 那 除此之外呢 這個圖鵝呢 就是 它在楚國的歷史裡面呢 就是 就是 說它是一種 能知未來的動物來的 的怪獸來的 那這個是給它一個 超人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 那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說 去捉拿它的時候呢 去捕殺它的時候呢 就是 它 一早已經知道了 於是乎呢 要是呢 就 預先跟你 布定的陣呢 跟你決鬥 或者呢 還有呢 就是它一早就走了 那所以呢 是從來捉不到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也是呢 一個 說法 那 這四個 這個兇獸呢 都圍下了他們的後裔 這後裔呢 就 變成呢 後來呢 害 圍害人間的人物 那 那 陶鵝呢 就 做了 大禹的老爸 阿琳 那這個呢 聽聞呢 就是 治水呢 無功而退 而呢 製造了很多混亂 製造了很多 這個 泛濫的河水 遺害人間 那 幸好有個兒子呢 大禹呢 三個家門而不入 啊 治好 這個 河水 好了 那四胸呢 差不多 介紹完之後呢 大家都看過他的圖片了 那 我們呢 就看看呢 他的含意 那當然呢 大家都知道 在上古的時候呢 神話是一個年代 是一個時代 任何一個民族呢 都有他的神話年代的 就是說 換句話說呢 最初人呢 是 在大自然裡面生活呢 是充滿他的幻想 而他的智力呢 又未能夠 可以完全呢 分析或者歸納 成為了呢 一個所謂現代的科學 又沒有一個實現的觀念 他只是觀察的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加上了很多 幻想裡面 尤其呢 每一種呢 每一個民族呢 有他特定的歷史和文化 及地理的限制 他們找出來 想到出來的 物件呢 都是呢 都是呢 經過他們自己的綜合的 好像剛才我們講的 這四個兇獸 其實呢 都是跟他們 眼見 經驗到的 實物呢 有關係的 這些實物呢 是他將在腦海 變成有理由 變成一個道理 而呢 自己騙自己呢 就說這個世界呢 是有一種這樣的 幻獸 異獸呢 來掌握 很多時候呢 就將 所謂 人間的 惡 的不好呢 都歸納了 在這些 怪獸裡面 正如呢 宗教上呢 很多呢 將一些 這些人的惡呢 歸納了 下去 一些 魔鬼啊 魔道啊 或者魔頭那裡 就變成呢 有了理由 其實呢 後面的理由呢 大家都知道 原來是自己 人類 的 本身的惡性 本身呢 的殘忍性 所有人 和鬼 和這些異獸 最後的 憑植 最後的想像 都不外出於人的想像出來 就是說 人將自己的惡性 寄託了 到這些怪獸身上 那麽 空 也是由自己製造出來 其實 善呢 良性的獸 良性的超自的力量 也是自己呢 想出來 自己呢 寄託於 一些獸那裡 或者呢 寄託於獸的時候呢 寄託於一些神的地方 或者呢 靈的地方 那就變成呢 是 有神 有靈 其實呢 只不過是一種呢 寄託 只不過是一種呢 想像 或者自己的 心靈的創造而已 那這個呢 在現代的人的分析裡面呢 是很流行這種這樣的講法 就是說 神 鬼 或者義獸 幻獸 講到幻 都是人呢 自己憑空 將自己的經驗 灌輸下去 這些動物 或者神靈 或者鬼的身上 因而呢 後面再加了他的意義 比如善良的 有他善良的 貢獻 頑的 惡的 兇的 也有他警戒作用 所以呢 我們現在認識這四個兇呢 都是要從他警戒人的 作用裡面呢 認識 而不是像他的兇殘的一面 好 今天呢 如是 我問完結了 那麼 今個星期呢 又和大家見面 再談第二個題目 拜拜